我们上我们第一章跟各位简单的先介绍一些基本的张量观念 那我们上个礼拜先介绍了一个张量的一些符号表示法 我们叫做下标表示法 我们现在很快跟各位回顾一下 通常如果说假定我们像一个变数 我们如果说有三个下标都没有指定 IJK分别会等于1到3 所以这一个就代表了27个时数的组合 它代表了27个时数的组合 而如果一个符号一个物理量 我们下面有三个下标 有几个下标就代表这个物理量 你需要用几组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当我们讲的都是线性直角座 但是不一定 也就等于说那个不管 一般来讲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座 但是有三个下标就代表要三个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两个话 例如如果说我们写的是SigmaXY 像这个就是两个下标的 我们把它叫一二好了 Sigma一二 一就对应X 二就对应Y Sigma一二 这个就代表这个负力量 硬力需要两个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事实如此 因为这个代表作用在平面 某一个平面它的法线是X1轴 所以因为是X1轴要用一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然后呢 作用在这平面上的外力 沿着X2方向的分量 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因此就这样讲的 两个下标代表要用两个物理量来描述 OK 那如果这个下标里面 我们把其中的 通通这没有 这个我们就叫做Free Index 就它可以等一 可能等一 可能等一二 可能等一三 那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这个K 把它摆成二 就代表呢 这个物理量 需要三组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但是其中第三组坐标系统 我们已经指定了 是等于X2轴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Fix 已经是固定的 然后呢 如果我这边又加了一个KK 也就等于说 有一个没有指定下标 却重复了两次 这个就代表Sumation 也就是说 这个物理量 要五个坐标系统才能描述 但是呢 其中呢 这两个还没有指定 第三个指定 第四第五个呢 我们说就是K等于1 加上K等于2 加上K等于3的一个主体 只要出现两个重复的 就代表 这个是一个Sumation 但是记住 绝对不能 没有指定的下标 不能出现三次 不能够出现三次 这个是我们 简单的跟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介绍的指标 那个指标写法 那今天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 第二个小节 第二小 第二个小节 我们介绍两个 主要介绍两个名词 一个叫Chronic Delta 一个叫Alternative Symbol 这个是在张量 也就是所谓指标写法里面 特定的两个符号 它有特殊的物理意义 然后借由这两个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行列四 如何用指标写法的形式来表示 如何用指标写法来表示 而且借由这行列四 我们可以推导出几个 有用的公式 那在讲以前 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们会介绍这个的张量 主要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张量的这种指标写法 可以用一个变数 来代表好几个时数的集合 再写作写起来 是会比较简洁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要 就是你利用张量的观念的话 我们做坐标转换非常容易 也就是如果我在直角坐标里面 线性直角坐标里面 推导出一组PDE 利用张量的观念 我们后面第五第六节位介绍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就把这个方程式推导到 适用于圆柱坐标 或是球面坐标 OK 这是我们介绍张量的 主要两个目的 给各位再回顾一下 我们开始先介绍 所谓的Chronic Delta Chronic Delta 定义就如这边所讲的 它非常大 它是Chronic Delta 那是固定的 它是一个只有两个下标 就是一个二阶的量 Delta I阶 然后如果 这两个下标都一样 分别等于一或等于二 等于三 也就I是等于阶的时候 这个值就等于一 如果I不等于阶 两个下标的数字不一样 那这个值就等于零 所以因此 这个Chronic Delta 因为是两个下标 等于是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代表什么呢 我的对角线三个值都是一 其他的都是零 所以很明显 这个Delta I阶是什么 就是你们以前在矩阵学到的单位矩阵 这Chronic Delta 事实上就是单位矩阵 对角线三个值都是一 其他的都是零 这是Chronic Delta 那这个的单位矩阵 在整个张量运算下面 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后面呢 本身呢 慢慢介绍一下 那下面我就告诉各位 这Chronic Delta的某些特别的性质 首先 首先第一点 这个Delta I阶很明显 一定是对称的 因为它的对角 那个它在对角线两边的值 Delta 12等于Delta 21 都是等于零 Delta 23等于Delta 32 Delta 31等于Delta 13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Delta I阶都等于Delta JI 不管I跟阶分别是等于几 OK第一点 这是一个对称 Delta I阶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对称的矩阵 第二个 第二个 同学们自己要小心 这很容易被误解 因为依据Delta Delta的这个定义 所以你们要记得 Delta 11是等于1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I跟J都指定1了 但Delta II 可绝对不要说等于1 你们不要一看一下子糊涂了 所以这两个下标一样 所以等于1不是 Delta II是等于 因为这I没有指定 重复两次 所以是Delta II加Delta 22 加Delta 33 是等于3 所以这大家不要搞混了 Delta II是等于1 可是Delta II它就等于3 因为这重复两次 所以是I等于1 加上I等于2 加上 本身I等于1 加I等于2 加上I等于3 这个是有的时候很容易 本身呢 我们很容易 有时候一个不注意 我们会把它 你会把它搞混的 OK 另外 好 另外我们看 这是Delta的第一个很大的用处 我们考虑看一个像 有某一个turn Delta IJ乘上AJ 这个像 Delta IJ乘上AJ 这个像呢 很明显 这个像里面J 是没有指定的下标 出现了两次 所以它等于J等于1的值 加等于J等于2的值 加等于3的值 所以我们最后等于 Delta I1乘上A1 加上Delta I2乘上A2 加上Delta I3 加上Delta I3乘上I3 然后在这个式子里面 I还可以等于1等于2等于3 也就等于说 这个等号的右边 又代表了三个式子 I可以等于1 或等于2等于3 那我们分别看 I等于1的时候等于几 如果I等于1的话 等号右边就是Delta I1加A1 加Delta I2乘上A2加Delta I3乘上A3 可是Delta I2乘上A3 可是Delta I2我们知道等于0 所以结果结论就变成了 本身呢就变成了Delta I1乘上A1 可是Delta I1等于1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A1 所以如果I等于1 整个这个Delta IJ AJ事实上就等于A1 那如果I等于2呢 这个第一行的等号 右边等于A2 I等于3呢 就等于A3 所以整个这个结论是什么 I等于1它是A1 I等于2它是A2 I等于3它是A3 所以这个合起来 我们就把它叫A sub I 因此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写来这边我们再给各位 写来这边看一下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 Delta IJAJ等于AI 这有点像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把Delta 乘上了某一个符号 某一个下标符号 但是呢 这个Delta的两个下标里面 有一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边的这个结 用这边的A来取代 记得 这是这样子写 但你不能这样子写 Delta I1 A1 如果我写成这样的话 你不要说 这个等于AI 那是两回事 这是错的 因为这个是指定的下标 重复两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没有指定的下标 这两个一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另外的这一个 用这边的这个 用这边的这个I来带去 而且这个不限于 旁边这个是几阶 我这边是Delta IJ 我这边如果说写一个 B的KIMN 那这个就等于B的KJMN 也就是我把这边重复的 这个I 这个被重复的这个I 用没有重复的这个下标 取代进去 取代进去 同样的道理 不止它成它 反过来B乘以Delta 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Delta的一个特殊功能 那等一下我们会举例给各位看 这个特殊功能有什么用 它其实在推导方程式的时候 用处很大 那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同样的道理 这个 这个Delta IJ乘上A的IJ 也可以把它改成这一个 意思一样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同样的道理 这是一个一样 如果有两个一样呢 假定我这边写成 Delta IJ A的IJM 那 这个IJ IJ一样 那你就随便 比如你就等于是把这个J用I取代 所以就变成A的I I M 变成A的I I M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I等于1加上I等于2加I等于3 所以这个最后就变成A的E M 加上A的22M 加上A的33M 如果你把这个等号左边展开呢 记得等号左边 因为I重复两次 J也重复两次 所以等号左边等于有九个下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会等于0 最后还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Delta IJ的一个特殊功能 所以我们把Delta IJ也叫做 Substitution Operator Substitution就是取代 OK 一个取代的Operator 有等于说 它可以把跟它相成的 那个下标 没有指 那个Dummy的那个下标 我们可以把它用 另外一个Free的下标来取代 本身来取代 所以那我们下面这边看的 如果说我这边写成 Delta IJ A的IJ 事实上就可以等于A的II 或A的JJ 那也就是等于A1 AII也就等于A11 加A22 加A3 如果说A是印度的话 那Delta IJ AIJ 就等于三个正义力相加 等于代表的是这个 本身呢 代表的是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Delta IJ 乘上Delta IJ 那等于Delta IJ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等于三 好 这是几个 只让你们知道 Delta IJ可以做一个取代的动作 那我们看 真正 它这有用的功能在哪里 比如说你们现在看 这边这个式子 这上面讲的是 AIJ XI 加上XJ 这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呢 这边的I从 这边的J 这边的IJ XI 这边I重复两次 所以你知道 左边的这一项 是等于 事实上 FreeIndex只有一个J 而这边的FreeIndex也是一个J 刚好一个加我们讲的 一个加号 左右两边 它的FreeIndex一定要一样 这都是J 所以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然后左边的第一项 因为I重复两次 所以是I等一加I等二 加I等一三 如果我把这个方程式 我们先展开 这个AIJ XI 我们展开 我们该会变成什么样子 假定J等一 我们只拿J等一来举例子 这J等一的话 就是A的11X1 加上A的21X2 加上A的31X3 再加上X1 这个式子 我把它展开来 就等于这一个 假定是J等一的话 那J等二 J等三是类似 可是你看 如果你真的是写出这个式子 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 这个X1 跟这个X1 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稍微简化一点 变成A11 加1的X1 然后加上A12 X2 加上A13 X3 也就是我知道这两项是可以合并 好 我现在问各位 那在这个写法里面 你怎么把这两个合并 这个是I 这是J 你们知道 因为这两个没有指定下标 是不一样的 也就等于说 如果我们依照普通的代数写法 这个式子 在J等于说 等于这一个 我可以把第一跟第四项合并 总共就变成三项 可是如果说我是这个下标的写法 我似乎没有办法把它合并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种张量运算 就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因为我们当初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张量的写法的一个功用就是 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可以代替这样子的三个式子 可是这三个式子 我知道我可以把它简化成这个样子 那你这样我却不能简化 那我不是就很不方便了 好 这就是Chronic Delta的功用 它可以把XI跟XJ的下标一样 为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式子 原来的XJ 我把它改成ΔIJ XI 因为ΔIJ XI 依照我们刚刚来讲 IJ XI 就是I重复两次 所以我可以把X下面的那个I 就用J来取代 所以ΔIJ XI 事实上就等于XJ 可是我把它写成这样子的话 那这是XI 这是XI 我们就可以把 它的下标是一样的 Full Index是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挑出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挑出来 因此第一个 我把它变成这个SJ 改成ΔIJ XI 然后后来我就可以把XI 所以它就整个变成AIJ加上ΔIJ乘上XI 那你不管J等于1J等于2J等于3 我们都会看到是类似的这个式子 J等于1这边就是AIJ1X1 如果是J等于2的话 就是这边加1J等于3 就是这边加1 就等于代表了J等于123的这一类 这个是 这就是我们讲的ΔIJ 有这个功用 它可以改变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下标改变 Full Index要改变 我们当初前面说过的 假定我要把第一行的Full Index改变 我要把J改成I 要把每一个J都改成I 在一个方程式里面 可是借由这个ΔIJ的帮助 我可以单独只改变 某一项的下标 并于我们给它相加减 我来强调一下理论来讲 一个方程式里面 如果我要把Full Index改变 可以 但是要把这个方程式的每一项的 同一个Full Index 通通改变 我可以把I通通改成M J通通改成K 这没有问题 可是另外的就是 如果我借由ΔIJ 我就可以单独只改变 其中一个项 它的下标 而不要改变其他的 便应我们做相加减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了 如果说我写成ΔIJ XI SJ 那就可以等于是 把那个IJ用II带地方 就等于是 那个XI乘上XI 就等于X1的平方 加X2的平方 加X3的平方 记得 如果X1 X2 X3 是代表了某一个坐标点 某一个点的坐标 那这个等号右边 就代表了什么 这也顺便 你们各位自己注明一下 如果这是一个坐标系统 这是圆点 这一点的位坐标 就叫X1 X2 X3 那这个的距离 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不就是等于X1平方 加X2平方 加X属力平方 开根号 所以你们看 中间这个就是等号右边 所以这个写法就是等于XI XI 或者是ΔIJ的XI SJ 千万不要把这个式子写成XI平方 或是XII平方 那意义不一样 如果我写XII平方 不是等于这个 是等于X11的平方 加X22平方 加X33的平方 完全不同 因为这个式子 我们常常用到 等于是距离的平方 所以它的写法 就是我们 这边也给各位看的 它是等于XI乘XI 那不是等于XI的平方 或者是XII的平方 那都代表不一样的意思 XI平方 就是只是等于X1平方 或是X2平方 或是X3平方 不代表这个相加 所以XI XI它特别的意思 好 前面介绍了这个所谓的 Chronica Delta 一般我们就简称Delta 前面那个Chronica不见得一定要讲 我们就前面介绍了这个Delta 这是一个特殊的符号 它事实上是个单位矩阵 可是这个单位矩阵呢 可以帮我们改变方程式中 某一项的某一个 Free Index 很重要的一个功用 另外它也就代表了单位矩阵 这是Delta 最重要两个工作 一方面它代表了单位矩阵 另外一方面 它可以取代方程式中 某一项中的某一个Free Index 下一面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符号 Alternating Symbol Alternating是交换的意思 换来换去 这个Alternating Symbol呢 就是可以帮你调整正一跟负一 你们先看它的定义 它的符号叫Epsilon 这个不幸的是跟应变一样 一般的我们应变也常用这个符号 可是呢 我们这边用的这个不能改 但它有个很好区别 如果是应变 它只有两个下标 而这个Alternating Symbol 是一个三个下标的符号 它有三个下标 I接K 分别 因此这代表了27项的组合 27个时数的组合 它的定义呢 很单纯 就是二分之一的I准K I准K K减J I准K K减I I准J 就是这个 比如说 如果I等于1 J等于2 K等于3 那就是1减2 乘上2减3 乘上3减1 除以2 那刚好就是等于1 类似这样子 那依照这个的定义 依照这个Alternating Symbol的定义 我们会猜结果是这样子 如果I接K分别属于这三个组合 1 2 3 2 3 1 3 1 2 这个组合 你们就这样子写 就是这个顺序 1 2 3 分别依照这个反时针的顺序 I接K分别等于1 2 3 或者2 3 1 或者3 1 2 他猜的结果都会等于正1 反过来讲 如果依照顺时中的顺序 他的结果都会等于负1 都会等于负1 另外 就我们第二行的 我说这I接K有27个组合 另外21个组合 都会等于0 因为除了这个以外 剩下21个组合 都是I或是J或是K 这两个里面至少有一个值会相等 这是唯一三个值都不相等的六种组合 另外I21个组合里面 都是I跟J的值或相等 或是J跟K的值或相等 或是K等I的值会相等 如果会相等的话 依照定义你们就知道 只要有两个相等 这一定是0 所以另外21个结果都是0 这就是Alternating Symbol 这个Delta跟这个Aption的值 你们一定要牢牢记得 因为常常会碰到 所以从这边你们可以看 这个Alternating Symbol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让你的数据 在正1负1之间可以跳动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Index有的写法 如果出现两个一样的下标 它是I 它是I等于1加I等于2加I等于3 因此在这个式子里面 不可能出现减号 可是万一一个式子里面 有加有减怎么办 我们通常就用这Alternating Symbol来调整 用这个Alternating Symbol来调整 所以举例来说 如果我这边写一个 Epsilon I,I,K 这是I等于1加I等于2加I等于3 然后有3 这个等于是三个项相加 但不管 这一看我就知道永远是等于0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下标一样 我不管它是等于几 也不管K等于几 因为只要Epsilon里面有两个下标一样 它就一定是等于0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着 我不要把它展开再慢慢看 这是所谓Alternating Symbol 然后很明显 这个Alternating Symbol 对它的三个下标都是反对称 也就是I接K 对I跟J是对称 对J跟K是对称 对K跟I也是对称 你只要 我不管你下标有没有指定 你只要这两个下标互换一下 它一定就差一个 它本身一定就差一个符号 例如你们先来看荧幕上的最下面这一行 我们说Apsilon I接K 这是JI 也就等于说我把I跟J对调 虽然我没有指定 可是这一对调一定就差了 本身一定就差了一个符号 而这边来讲 我是J跟K对调 也差了一个符号 这边也是一样 它对任意的两个下标都差一个符号 这是没有指定 就是指定 结果也是一样 Apsilon I,二,三 一定等于负的Apsilon I,二,一,三 因为我把一跟二对调 等于负的Apsilon I,二,一,三 然后会等于正的Apsilon I,二,三,一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 这边是把一跟二对调 这边是把一跟三对调 所以负负得正 这又变成正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 这一二三是正一 这个就是负一 这个就是负一 依照我们的定义 而这个呢 二三一也是反正的走法 所以也是正一 反正只要记得Apsilon I,二,三,一 对它的任意两个下标都是反对称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你们前面我们记得跟各位讲过 一个对称的跟一个反对称的相乘 会等于零 所以 德塔I接 乘上Apsilon I接K 这个里面 I重复了两次 J重复了两次 K是free index 所以I是dummy J也是dummy K是free 因此这个式子基本上 这个式子就等于九个相相加 I等于一到三相加 以及J等于到 所以等于九个相 然后又代表了三个式子 K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 但不管怎么讲 因为这个是I跟J是对称 这个对I跟J反对称 所以这不管怎么结论一定是零 不管K等于几 K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 结果都一定是零 谢谢 这个你们可以 你们展开来看看 就会有这个结果 因为德塔是对I接对称 Apsilon是对I接反对称 所以这个相乘一定会等于零 我们很多定理证明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一类的观念 因为Apsilon是反对称 OK 那下面的这个就是 我们是用数字来看的 意思就是一样 你们一看就知道 跟我刚刚在黑板上写的例子非常像 我不在这边多说了 这是Apsilon 好 我说它会调整正负 所以第一个 我们告诉各位 Apsilon的功用在哪里 例如现在我们有一个矩阵 三乘三的矩阵A 所以它的值是A1A2 那我们要找到这个矩阵的行列式 我们就写Determinate 括号A sub I接 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这又代表我这个矩阵 这个的矩阵的值 第一种写法 你们都知道 就是这三个厢层 加上这三个厢层 加上这三个厢层 然后减掉这三个厢层 减掉这三个厢层 减掉这三个厢层 这是矩阵的第一个写法 这是你们知道的 OK 但是呢你们也学过 不是高中还国中 应该就学过 矩阵反针呢 我们只拿三乘三 这个乘法 我们给各位回顾一下 假定有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它的行列式 我们讲的都 我们先拿三乘 它的第一种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个厢层 加上这三个厢层 加上这三个厢层 减掉这三个厢层 减掉这一个 减掉这一个 就三个厢相加 跟三个厢相减 这是三乘三矩阵的 行列式乘法 这你们知道 但是我们刚刚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写法 只适用于 只适用于是 二乘二或三乘三 如果是四乘四的呢 假定我现在是有一个四乘四的矩阵 刚刚那个方法可不可以用 你们知道 不可以用 那一般传统的高阶矩阵 我们怎么算到 给各位回顾一下 也很简单 是第一个 这个值 让我把它 close掉 这个值 乘上这个行列式 然后 我们用一排 然后呢 这是正的话 这就负 然后减掉 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 剩下的行列式 加上这个值 减掉这个扣掉的 行列式 再减上正负正负 减上这个值 乘上这个行列式 所以你把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 这种做法 就是可以适用于 任何阶层的矩阵 任何阶层的矩阵 所以这个来讲呢 我们就是相等于 A11 以这个来讲 这个 等于是我把这个干掉 乘上这个行列式 正的 然后是负的呢 负的这个值 就是减掉这个值 乘上 把这边干掉了 这两个行列式 最后加上这个值 乘上 这个行列式 这种我们就叫做 因为我是沿着这个走的 就叫做law expression 如果说你知道 我刚刚讲的 做出来的答案 会跟我们这样子 算出来一模一样 我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值 乘上 这个行列式 减掉这个值 乘上 这个行列式 加上这个值 乘上 这个行列式 如果我们是用 这样子来做的话 它就会等于 我们就把它叫做 color expression 这个是传统的 就是比加 正规的 行列式的计算方式 它可以适用于任何阶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 还是只限于三乘三 因为我们这实物上 这个矩阵 因为只有三维 所以最多就是三乘三 它就可以写成 这个写法 Aption IJK 乘上A12 AIJ A3K 你们仔细看 这个等号右边 我IJK 都重复了两次 说到等号右边 事实上是等于 27个项相加 等号右边 我再强调 等于27个项相加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 这27个 Aption IJK 里面 有21个Aption IJK 是等于零的 所以实际上 只等于六组相加 而这六组里面 有三组的Aption IJK 会等于正一 有三组的Aption IJK 会等于负一 你们如果把这个展开来 就会发现 它的式子 最后就相等于 我刚刚这边讲的 这一个项 乘上这个矩阵 减掉这个项 乘上这四个的 行列式 最后加上这个项 乘上这四个 做成了行列式 也等于你们 那个乘法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一个就是行列式的下标表示法 接着行列式的下标表示法 那它也可以表示成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olon Expression 用这个来做 那这边你们就可以看 因为行列式本来就是三个 三个相加 再减掉三个相 也就是我们不能 那这个Aption IJK 这边就代表了 它可以有正一 可以有负一 所以这个式子里面 二十七个相加里面 有二十一个等于零 另外有三个是正一 有三个是负一 所以它在一个式子里面 可以有正有负 这个是Alternating Symbol的一个功用 也就是Alternating Symbol 可以协助我们 在同一个式子里面 同时表示正的跟负的 因为SumMensh 那个两个Free Index一样 只能表示相加 没办法相减 Aption IJK 可以相加 也可以相减 OK 那这里面注意到 我们讲过 我们前面一直有强调 AIJ A的MN 这两个都是代表了 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这两个代表的内容是一样 可是我不能写它相等 因为我们说过 一个等号的 两边它的Free Index要一样 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错的 这个不能相等 但是 如果我写成行列四 这个就可以 因为什么呢 记得 这个是一个两个指标的符号 这个呢 是Scalar 它只是一个数目 纯量 因为行列四就是一个数字 陈砖就是一个结果 所以那这两个下标 不要没关系 因为他们都代表了 这个A矩阵 这个三乘三的A矩阵 的行列四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个不能写 不要搞混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时数 它跟下标是没关系的 好 这是你们今天的第一个Homework 非常也不难 OK 就是把这个A矩阵 就是把这个Color Expression展开 记得 这个作业有一个规定 不要偷懒 你们不要 这个很明显 你们这是第一行 你们作业有单 基本上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你们就是要把I等于1到3 J等于1到3 K等于相加 所以第二行就是代表27个相加 那一定要写出来的 我就要看看你们写的对不对 我们要帮你展开 就是分别 就是把这个式子展开 因为这个式子里面有两个I 两个J两个K 所以是I等于1到3相加 J等于1到3相加 K等于1到3加 总会有27项 你们要把这27项都写出来 才能写出第三行 就是27项里面有21项是0 三行是正一 三行是负一 才表示抹三个加起来 减掉另外三个 那这个结果一定跟这个行列式的展开 这是一模一样 但我再强调 这个作业不然总共只有三行 但是第二行一定要出现 不能直接从第一行 你就说等于这个的展开式 那这个的作业就算错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们 会不会把这个给展开来 只是要给各位做个练习 主要再强调 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作业 不复杂 但是第二行的27个项相加 一定要写出来 比如说ε111乘上A的11 A的11 A的21加A的31 然后再加上A的12 乘上A的11加A的21加A的32等等 这只是让各位做练习 所以我再强调 第二行不要偷懒 这是行列式的指标 写法 也让各位了解 这个alternative symbol 它的功用 那有关在行列是有一些性质 那我们这边写给各位看 目的不是让各位知道这些性质 因为这些性质各位可能也都很熟悉 我们只是借由这个性质的一两个证明 让各位了解 指标写法的运算 让各位了解 指标写法的运算 所以第一个 很清楚 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 德塔IJ是单位项量 它的行列是就等于1 那我们看看 我们依照指标写法 怎么样证明它是等于1 我们这件事情是来证明 所以我们讲的 Determine德塔IJ 依照我们前面的讲法 那就是等于A型IJK 抱歉 跳了一个 依照我们的写法 等于A型IJK 抱歉 老师手有时候不太受控制 食指一定要点下去 等于A型IJK 乘上德塔的EI 德塔的EI 德塔IJ 德塔3K 然后就依照我们讲的 比如说这边的I 跟前面的A型IJ 是重复两次 所以我们可以把 A型IJK的这个I 用德塔I 后面另外那个值1 给带进去 然后三个逐步带进去 最后呢 行列是德塔IJ 就等于A型IJK 1,2,3 那就是 1,2,3 就是等于1 所以这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就是 利用德塔的这个取代观念 连做三次取代 就把A型IJK 换成了A型IJK 这是一个 这也是让各位了解 德塔的一个用处 第二个 那我们又知道 一般的行列式里面 AIJ的行列式 等于这个写法 那很明显 这后面的这三个 A的EI2J3K 分别代表了行列式的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那这三个行列式里面 只要有一列的值 通通等于0 那整个这结果 就等于0 因此 我们得到了一个 类似行列式 一个定理 就是一个行列式里面 只要有某一列 或是某一个 Color的值 都是0的话 这个行列式值 就一定是等于0 那这个就直接 从我们这个 行列式的指标表示法 马上就可以得到 OK 这是知道的 好 下面一个呢 我们看 行列式的另外 这个行列式 另外一个定理 知道我们讲的 如果 一个行列式 有任意两行相等 两列相等 或是两行的值都相等 让这个行列式值 就会等于0 这是你们以前在 高中学的行列式 就学过的 一个行列式 如果这两个相等 或是这两行相等 值完全一样 它就等于0 那我们现在来证明 我们再强调 我们的这个的证明 目的不是要证明 这个定理 是让你们熟悉一下 藉由这个定理的证明 熟悉一下指标的运算 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 现在这个行列是 第一列等于第二列 因此我们写了 A的EI等于A的EI 千万不要写A2J 这个式子就是错的 因为等号两边 没有指定的下标 等号两边没有指定的下标 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写成 A的EI等A的2I 这就是A11等A21 A12等A22 A13等A31 所以就代表 抱歉老师讲错了 第一列跟第二的相等 是A11等A21 A12等A22 A13等A32 所以这个就是说 是第一列跟第二 完全相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它的行列是 那我们这边呈上一个 我们知道 行列是等于 这一项我们讲的 等于是27个项相加 但是我也可以把这个 单独看作是一个 三阶的符号 BIJK 所以等于是 APIJK乘BIK 所以这一项等于是 一个三阶的 乘上一个三阶的 但是因为符号都相等 所以这是一个 Inner Product 我们前面讲的 属于一个内积 就是一个三阶的符号 乘上另外三阶符号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块 所以我们说 BIJK等于这个 A1I乘A2J乘上A3K 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先考虑这一个 BIJ等于A1I乘A2J乘上A3K 然后嘛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第二列跟第一列是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边的A2J 这一个换成了A1J 记得这边是J 所以这边也要J 你不要说我不是说A1I等于A2I吗 那只代表第一行等于第二行 所以这边的第二行 也就等于第一行的值 所以是A2J换成了A1J 不要换成A1I 你不要把上面的式子 直接带进去 不要把这个式子 直接带进去是错的 可意思是一样 这个式子代表第一列等于第二列 因为第一列等于第二列 所以我把这边的第二列的值 换成第一列 只是因为这边用的是J 所以这边也要J 所以就变成A1I乘上A1J 等于乘上A3K 等于这一个 然后因为这是三个时数相乘 所以左右可以对调 所以这边变成了A1J A2I A1J A1I A2K 然后还是一样 这个第一列的值 又等于第二列的值 所以这边的A1I就变成了A2 A2I 那这个还是A1A2A3 依照这个定义来讲 这个就是等于B的JIK 这个就等于B的JIK 那我们是BiJK 等于B的JIK 所以我知道这个B 是对I和J是对称 那我们整个alternative 整个的行列式 就是Epsilon乘上这个B 可是行列式是对IJ反对称 因此结果这个值就等于0 一个对IJ对称的数据 乘上跟IJ反对称的结果 就等于0 这个就得到了我们的证明 假定有一个行列是 第一列跟第二列相等 它就会等于0 好 最后这边有一个数字 我给我说明一下QED Q一点 一点 低一点 这事实上是 这是一个希腊文的缩写 这个QED 这是我们这门课常会用到的 这个中文就叫 德正 这个QED是数学上常用的简写符号 它来自于希腊文 翻成中文就叫德正 Q一点 一一点 低一点 因为自从希腊文引申过来的 所以你们不要从英文去猜这三个字母 这三个到底是什么 我老师也不太清楚 可是老师知道这个QED 这个字老师最早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查了字典才发现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这门课我很喜欢用这个 所以我证明的结束都会写这三个字母 Q一点 一一点 低一点 就是德正 好 这是一个 那下面又有一个定理 他这个的定理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矩阵 任何两列或任何两排互相对调 就顺序对调 他的行列是就差一个符号 这个证明是你们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告诉各位 也是让你们表态复杂 就假设第一列跟第二列对调 所以你们的证明就是这样子 原来有一个矩阵AI阶 你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矩阵 这个新的矩阵B 而这个矩阵是什么呢 它的第一列 B的EI 等于A的II 就是新的矩阵的第一列 等于旧的矩阵第二列 新的矩阵第二列 等于旧的矩阵第一列 然后B3I等于A3I 你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再讲了 假定有一个矩阵B 它的第一列第二列 刚好跟A的第一列第二列 相反也就是两列互掉 我的第一列 等于原来的第二列 我的第二列 等于原来的第一列 第三列不变 然后你们证明 Determinate AI阶 等于Full Determinate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假设这三个证明这一个 这是让各位练习 我要强调 不是要让各位了解 这个定理 因为这个定理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只是尝试 用下标写法来证明 我强调 不准抄公诉课本上的证明方式 那个是全错 因为公诉课本 不会用下标符号来证明 你们要用我上个例子 这一类的方式来证明 好 那我们下面 借由行列四 我们来证明一些 Auternating symbol 跟德塔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两个符号之间有关系的 你们可以想象 德塔I阶不是1 就不是1就是0 Auternating symbol 不是-1正1就是0 这两个之间有一些关系的 你们先看第一个这个定理 这个等号左边 是两个Epsilon 然后一个IJK 一个PQR 所以代表什么呢 这是两个三阶的物理量 它的外积 因为它下标都不要 沉在一起 再沉向Determined AIJ 这是一个存量 所以第一点 这个式子 等号左边 这个式子它没有相加 等号 左边是一个像 三个数字相加 等号 右边就是一个行列四 但是这个式子代表了几个式子 代表27乘27个组合 代表27乘27个组合 我们只是说 我不管这个行列是等于什么 你前面乘上了两组不同的FJK 它最后就等于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看 这个证明我给大家省略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证明要用写的很多说 可是用讲的呢 你们很容易就发现这是真的 你们先看 假设IJK PQR IJK分别等于123 PQR也分别等于123 所以 这个是正一 这也是正一 等号左边就剩一个行列四 而等号的这个行列不就等于 IJK等于123 PQR等于123 那不就是A11A12A13 A21A22A23 A31A32C33 这不是合理 就AIJ的行列系统等于我们这个 这就是假设IJK等于123 PQR等于123 这是27乘27个组合的中一种 好 第二种组合 我们只改换一个 假设I等于1J等于2 换成I等于2J等于1 那I等于2J等于1 那等号左边是不是就变负的 因为I跟J对调了 本来是正一就变成负一 那也就代表我的第一列跟第二列对调 让我们刚才讲两类对调不就差一个符号 所以还是相等 第三种如果I跟J相等呢 I跟J都等于1 那也就代表等号右边的第一列等于第二列 我们刚才证明过那他就等于0 而I跟J等于1等号左边也等于0 所以就这样一说你们就知道 这两个绝对是相等 没有什么好疑问的 你们不管用IJK PQR分别等于一起带进去 都一样 但你们可以从123 123先带进去开始 剩下不管你们怎么换 不是等于1就是等于0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 因此我们不在这边细写 因为用缩子比较容易 可经由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假定现在的行列4是德塔IJ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 其实我应该直接从这 假设这个行列4是德塔IJ 那你就把这边的A都换成德塔IJ 那我们就知道 行列4德塔IJ的行列4就等于1 所以等号左边就只剩下 这两个A兴相乘 等号右边换成这个 那就是这一个式子 这个就是第一个 奥特能心募跟德塔之间的关系 我再强调这一个 就是从上一页过来的 因为你把A用德塔IJ带进去 所以行列是德塔IJ等于1 所以等号左边只剩两项 右边都是德塔 所以就得到了这个式子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总共代表了27乘27个组合 但是都是这样子的写法 IJ可以批个R分别等于1等于2等于3 这证明就我们下面这样子写的 是很单纯的 我们不多讲了 这个是什么 两个奥特能心募相乘 而且下标完全不同 它等于这么复杂 那如果 这两个奥特能心募 三个下标 有一个下标 和福利Index一样 像这个 如果我是Aption的IJK 乘上Aption的IQR 也就是有一个相等 那它就会等于 就会简化到这么多项 等号右边 这是你们的第三个Homowork 证明这个 这个证明很简单 练习一下而已 这个从这边就可以得来 你只要把这个式子的 第二个 这个P等于I 这个P等于I 然后把这个Homowork 展开 最后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就这样子 这个证明很简单 大家练习一下 记得 等号左边 因为I重复两次 所以是I等一加I等二等三 才会由右边的这个结果 我再提醒各位一项 要证明的时候 就从这边来证 因为刚刚后面的式子 就是前面的这个式子 P等于I 所以你就是 左边是P等于I 右边也是P等于I 就可以了 但中间有一点提醒各位 第一项 这个ΔI P P等于I 就是ΔI 不要把ΔI 当作一 它是三 你如果当作ΔI 是等于一 你会证出 类似的结果 但是等号右边 会插一个符号 所以记得 你在证的时候 是把这边的行列 是P等于I 所以第一个项 ΔI P 是ΔI 是等于3 不要写成1 否则你们会证不出来的 那我们证明随便跟我讲 我们刚刚讲的说 这个就是 Alternating symbol 这个有的时候 证明会用得到 这就当作一个定理 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里面要活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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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来问 这是两个I都在第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我问你这个等于几 两个都在位置等于这个 那如果我这边写的是IJK 这边是QR 是这边的I等于这边的I 是第二个 这边的第一个跟这边的第二个一样 那会不会完全等于这个 很明显告诉各位不会 可那这个应该怎么做 你们就要想办法碰到这一类 把它变成这种形式 对不起啊 等一下妈妈帮我再剪一下 所以这边是IJK 没有问题 因为I我这样要丢 我就把这两个对调 所以等于乘上负的Ap IQR 那不就属于这种形式 所以我知道 这个就等于这一个的负值 类似这个样子 也就是等于说你们碰到的时候 这个公式只告诉你 一定是第一个下标 两个相等 但是万一不是碰到的 是这个的第一个 等于这边的第二个 或第一个等于第三个 或怎么这些话 你们都想办法把它对调 只是增加一个负号而已 换成这种形式 就一定要换成第一个下标 一样 才能直接带这个式子 OK 所以这提醒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观点不要太死 好 这是第一个下标相等 那万一两个呢 你看这个Ap 现在第一第二个下标都重复 那这个我就不要各位震 那我们直接带进去 因为什么呢 我们就从这边过来 这I想等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 然后现在是这个J 等于这边P 我就把等号右边的P 都换成J 等号右边的P 就是得Ap IJK 乘上Ap IJR 等号右边J都换成P 我们就会变成这两下 然后再化减一下 这就很单纯了 我不在那边细讲了 就变成两倍的ΔKR 那最后 如果三个下标都相等了 那就是K等于R 那就是两倍的ΔKK 所以最后等于6 也就是Ap IJK乘上Ap IJK 虽然等于是27乘27 Ap IJK IJK 就等于27个相相加 但只等于6 因为这里面也知道 因为27相只等于6 为什么 因为这很明显 因为它虽然27乘27相 但是要不然就零 否则就正一乘正一 负一乘负一 所以加起来都是正一 最后有6个相 等于6 真正我们常碰到的 先告诉各位 这个不见得常看到 但是这三个 有时候推导公司会用到 尤其是推导公司会用到 稍微各位 大家要稍微注意 记得一下 不是要你们真正记得 要记得有这个关系式 为什么 就我们讲的 因为这个改变符号 而这个可以改变文 改变free index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的组合 直接换成这个的组合 以便处理 尤其是这一个 有时候常常会用到 我们以后推导公司 用到的地方 你们不要真正记得 可是要知道有这种关系 OK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三个 这个第二个小节 最主要的是要 你们要了解 什么是Delta 什么是Alternative Symbol 就ApiJK的意义 也是他们真正的功用 那那个行列式 我们只是借由 这行列式的表示式 让我们了解 Alternative Symbol 跟那个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一本想法 手法 2 4 4 5 5